第二章 选民 在他们看来 上帝的爱子像根处于干地 他无加形美容 他们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什么美貌 阻使他们羡慕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然而上帝早就拣选了以色列人 招呼他们在人间保存他的律法 保存指着救主的预言和表号的知识 他要他们做全世界救恩的全员 亚伯拉罕在寄居之地如何 约瑟在埃及如何 但伊犁在巴比伦朝廷中如何 希伯来人在万民中也当如此 他们要在世人面前彰显上帝 主在招呼亚伯拉罕时曾说 我必赐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教训曾由众先知反复申明 甚至在以色列人因战败 贝鲁衰落之后 这应许仍是属他们的 雅各余生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 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 又如甘霖降在草上 不仗赖人力 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轮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主也曾借着以色列宣布说 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但是以色列民只寄希望于世俗的伟大上 他们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起 又离弃了上帝的诫命 而去随从外邦人的风俗 上帝虽曾开遣的众先知去警戒他们 使他们遭受一族压迫的惩罚 也是枉然 他们在每一次改过自新之后 总是接着有更严重的背叛 如果以色列人效忠于上帝 他就能借着他们的尊荣和高声 成就他的旨意 如果他们行在顺从的道路上 他就要使他们得称赞 美名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摩西说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惧怕你 他们听见这一切履历 必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但因他们的不忠诚 上帝的旨意 只能借着他们不断地遭受苦难 遭受屈辱来成全了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为奴 分散在一帮各地 许多人在苦难之中 便重新忠实律行对上帝所立的约 当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为荒凉的圣殿哀哭之时 真理之光就借着他们照耀出去 认识上帝的知识 就传播在列国之中了 一帮的献祭制度 乃是把上帝所定的制度错用了 许多诚心遵行一帮仪式的人 从希伯来人那里得知 上帝原来所定献祭的真意 也因为相信 把握住救赎主降临的应许了 被掳的人中 有许多遭受了逼迫 因他们不愿轻视安息日 和拒绝遵守一帮节日 以致丧生的也不在少数 当拜偶向着被鼓动起来 要扑灭真理之时 主就使他的仆人 在君王和首领面前做见证 使他们和他们的百姓 得以领受真光 屡次有伟大的君王宣布 他们的俘虏西伯来人 所敬拜的上帝 是至高的真神 由于被掳到巴比伦 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恶习 就彻底改正了 他们在一帮仇敌的压迫之下 受了几百年的苦 直到他们确实认明 他们的心圣乃在乎 顺从上帝的律法 但其中大多数人的顺从 还不是出于爱的激励 其动机乃是自私的 他们以外表侍奉上帝 作为获制国家强盛的方法 他们并没有成为世上之光 却只是闭关自首 以便躲避拜偶像的试探 在上帝借摩西给他们的指示中 限制他们与拜偶像的人来往 但这教训被他们误解了 上帝的本意是要防止他们 随从外邦人的行为 但他们却用着教训 在自己和别国之间 筑集到隔断的墙 犹太人是耶路撒冷 为他们的天堂 而且心怀极度 唯恐上帝向外邦人施怜悯 从巴比伦归回之后 犹太人多注意宗教方面的教训 全国各处普遍地建造了会堂 在那里有祭祀和文士讲解律法 各地也建立了学校 除研究艺术和科学之外 也被称为教导公益原理的地方 可是这些机构全都腐化了 因为在贝鲁时 许多百姓接受了异教的思想和风俗 并将它掺和在他们宗教的从事中 在许多事上 他们都随从了拜偶像者的行为 犹太人既离弃了上帝 宗教从事中的大部分的教训 就看不出来了 这从事原是基督制定的 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预表着自己 而且富有生机与属灵的美 但犹太人所没守的遗文规条 以失去了属灵的生命 图具形式而已 他们以信赖祭物和规条的本身 代替信赖祭物规条所预表的主 为要弥补他们所失掉的属灵生命 祭司和拉比们就增加些制造的教条 这些教条越来越严格 则所显示上帝的爱 却越渐减少 他们以仪式的多寡 来衡量自己的圣洁 但他们的内心却藏满了骄傲 自恃 假冒伪善 律法既被加上了这些纤细的条文 繁重的戒律 人就不可能遵守得住了 那些愿意侍奉上帝 想要遵守拉比规条的人 被这些重担累得疲惫极了 他们的良心被繁扰得无法安宁 如此 撒旦就是以色列人灰心丧志 贬低了他们对上帝品德的观念 并使他们的信仰被人轻视 撒旦想要借此证实 他在天上反叛时所举出的理由 就是说上帝的律力是不公正的 是不能服从的 他宣称连以色列人也未曾遵守这律法 犹太人虽然仰望弥撒亚的降临 可是他们对于他的使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他们所求的并不是从罪恶中得救赎 乃是从罗马人手里得解放 他们仰望弥撒亚降临来做一位征服者 好打破压迫者的权势 振兴以色列国来统治天下 这样就造成了他们日后拒绝救主的意向 基督降生时 犹太国一方面苦于外人的管辖 同时又困于国内的纷争 犹太人虽然获准保持一个独立政府的形式 但他们究竟是罗马统治下的一个蜀国 他们不干受罗马全世的束缚 乃是不可掩饰的事实 罗马人既操有指派或罢免大祭祀的权柄 于是人们便往往不惜用欺诈 贿赂甚至谋杀的手段 以求获得这一职份 因此 祭祀的职位就越来越腐败了 然而祭祀们却仍拥有大权 而且也利用着职权 来达到其营私舞弊的目的 人民既遭受他们无情的勒索 同时还要负担罗马的重税 这种局势造成了普遍的不满 民众的骚动时常发生 贪欲 强暴 猜疑 灵性的冷淡 将国家的命脉 消失殆尽了 犹太人对罗马的憎恨 以及他们民族的优越感 和灵性方面的骄傲 使他们仍然严格地固守 他们敬拜的方式 祭祀们均衣于宗教的仪式 想借此保持他们圣洁的声望 处在黑暗和压迫之下的人民 和渴求全身的官长 无不希望那来征服敌人 振兴祖国者的降临 他们虽曾研究过预言 却没有属灵的眼光 因此忽略了那些 指明基督第一次降临时 蒙屈辱的经文 而错把那些论到 他第二次降临得荣耀的话 附会上去了 骄傲 模糊了他们的眼光 他们竟依照自私的心愿 来解释预言 第三章 时候满足 即使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了的儿子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救主的降临 在伊甸园中早已经预言了 当亚当夏娃初次听到这个应许时 就希望他快快实现 他们对投生的儿子很快乐 很称心 希望他或许就是那要来的拯救者 但这应许的实现 迟延了 那些首先接受着应许的人 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应验 自从以诺的日子以来 一再由族长和先知们 重申着应许 好对他的显现保存一个活泼的盼望 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 然而上帝旨意的成全 正如天空中的星宿 循着指定的轨道运行一般 既不过急 也不迟延 古时上帝借着大黑暗和冒烟的卢为表号 向亚伯拉罕启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事 并宣布他们寄居异地的时期是四百年 他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把老结其自负的帝国兵力来反抗这一句话 也是突然 正当上帝应许所指定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照样在天上的议会中 基督降生的时辰也是曾经决定了的 时间的大众一直到那个时辰 耶稣就在伯利恒降生了 即至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了他的儿子 先亦指引着列国的变动和人间情势的取向 直到时机成熟 拯救者就可以降临了 这时各国已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 各地的言语文字也都统一了 散去各处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 等这些人回到他们寄居之地时 就能将弥撒亚降临的信息传播于全世界了 当时异教的制度渐渐失去人心 人们对于赛会和神话感到厌倦了 他们渴望到有一种称心满意的宗教 虽然真理的光似乎已经离开人间 但仍有一些人心中带着烦恼忧伤 在寻求真光 他们渴求认识永生的上帝 并寻求对来生的保证 犹太人既离弃的上帝 信心就渐渐暗淡 前途也几乎绝望了 先知的话已经无人领会 对于大多数的人 死亡是一种可怕的奥秘 死后只是渺茫和幽暗 几百年前先知所说的话 不单是指着伯利恒母亲的哀哭 也是指着全人类心中的悲鸣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使拉结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不得安慰 他们望眼欲穿地 等待着拯救者的降临 到那时黑暗就被驱散 未来的奥秘也就显明了 在忧太国境之外 有着预言将有一位神圣的教师出现 这些人在追求真理 于是也有预言的恩赐分赐给他们 这样的教师相继兴起 如同星在黑暗的天空出现一样 他们所说的预言 在千万外邦人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在救主降生数百年之前 旧约圣经已经译成 罗马帝国普遍通行的希腊文 也有哲学家尽心研究 希腊来宗教制度的奥秘 可是 优太人的顽固却阻碍了这光的传播 他们一心要保持他们与别国之间的隔离状态 就不愿意把他们所有关于表号性从事的知识传给别人 那位真解释者必须来临 这一切表号所预指的那一位 必须来解释这些表号的真意 上帝曾经借着自然界 借着表号和象征 借着族长与先知 向世人说话 要教训人 则不得不用人的话语 那位立约的使者必须发言 众人必须在他自己的殿中听见他的声音 基督必须降临 发出人所能清楚的确切明了的言语 他是真理的源头 而人的言论犹如康避 已使真理失了效用 所以这必须将真理从人的言论中分别出来 上帝政权的原则和救赎人类的计划 必须欲清晰的解说 旧约圣经的教训 必须完完全全的向人宣明 然而在优太人中还有一些忠实分子 就是得蒙保守认识上帝圣洁的后裔 这些人仍然仰望着上帝向列祖所应许的希望 他们留意上帝借摩西所做的保证来增强自己的信心 摩西曾说 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他们又读到上帝要怎样用高高一位传好消息给天卑的人 以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德释放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他们更读到他要怎样在地上设立宫里 海岛要怎样等候他的迅悔 万国要怎样来救他的光 君王要怎样来救他发现的光辉 鬼必不理犹大 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来到 这几句先祖雅各临终时所说的话 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以色列国事的剑渠衰落 证明米赛亚的降临已近在墓前了 但以理的预言曾经描写他所统治之国的光荣 他说这国要灭绝地上一切的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虽然了解基督使命的人不多 但当时却有一种普遍的希望 就是将有一位大军 要在以色列中建立他自己的国位 并做万国的救星 时候已经满足了 人类因为长久犯罪 越久就越发堕落 正需要救赎主的降临 撒旦正不倦地使天地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以致无法越过 他借欺诈虚伪的手段 使人胆大妄为 无恶不作 他的目的是要折磨上帝忍耐的心 消灭上帝对人的爱心 以致上帝索性丢弃世界 任凭撒旦去管辖了 撒旦设法使人不认识上帝 并转移人对上帝圣殿的注意力 以建立他自己的国权 他这场争夺至尊王权的斗争 似乎要达到完全成功的地步了 上帝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代表 甚至在一帮人中 基督也曾借着一些人 将人群从罪恶和堕落之中救拔出来 但是这些人都是被人唾弃 被人恨恶的 其中有好些人遭了惨死 因此撒旦所照在世上的暗影 便越来越暗了 历代以来 撒旦都借着异端神离弃上帝 但那最大的胜利 来着混淆以色列人的信仰 一帮人因沉思崇拜自己的观念 以至失去对上帝的认识 而落到越来越腐败的地步 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人靠着自己的功德来救自己的原理 原是一切邪教的基础 如今也成了优太教的原理了 这些原理是撒旦所灌输的 不论何处人若持守这种原理 就没有抵抗罪恶的保障了 救恩的信息 原是以人为媒介而转达于人的 但优太人却想垄断着永生的真理 他们囤积了生命的玛拿 这玛拿就变臭变坏了 他们所企图的闭关自守的宗教 反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他们夺取了上帝的荣耀 并伪造福音来欺骗世人 他们既不肯归顺上帝来拯救世界 于是就成为撒旦的工具 来毁灭世界了 上帝所选招作为真理之注石 与根基的子民 竟成了撒旦的代表 他们在执行撒旦所要他们做的事 来错误地表现上帝的品格 以致使人看他是一个暴君 那在圣殿供职的祭祀 已经忘记自己所行之旅的意义 他们没有更深入地看到 表号所预表的 他们奉献牺牲祭物 不过是扮演戏剧一样 因此上帝所亲自设立的礼节 反而使人思想昏昧 心理刚硬 上帝再也不能借着这些方式 来帮助人了 所以整个制度就必须 予以彻底的废除 罪恶的欺诈 已经到了绝顶 一切足以败坏人心的方法 都已使用出来了 上帝的儿子视察这个世界 所看到的尽是苦难和灾祸 他看见人怎样成为撒旦残酷行为之下的牺牲品 不禁动了磁心 他见到他们遭受败坏 杀害和丧亡 便油然生了怜悯的心 他们所拣选的首领 竟将他们当作俘虏 捆锁在自己的战车上 他们受了困惑 欺骗 在忧郁的行列中 向着永远的毁灭 难忘再生的死亡 没有天亮的黑夜 前进 打蛋的爪牙与人勾结一起 那本来为做上帝居所而造之人的身体 却成了鬼魔的巢穴 人的感官 神经 情感和器官 都被邪灵所驱策 放纵最卑鄙的情欲 魔鬼的印记 竟然印刻在人的面容上 人们的脸上反射出 那附在他们身上群魔的气色 世界的救赎主所遇见的 就是如此的情况 那纯洁至极的主所看到的 是何等的景象啊 罪已成了一种学术 邪恶竟被奉为宗教的一部分 叛逆在人心中根深蒂固 人反抗天情的敌意 甚为剧烈 在全宇宙之前 已经切实证明 离得上帝 人类是无法被高举的 生命和能力的新元素 必须由创造世界的主 分次于人 那些未曾堕落的诸世界 曾十分关注了耶和华起来 除灭地上的居民 如果上帝真走了这一步 打蛋就准备实行他的计划 煽动天庭全体来归从他 他早已宣称上帝政权的本质 绝不能饶恕罪恶的 如果世界被毁灭 他就可以证实他的控告是真的了 他准备归罪于上帝 并将他的叛乱扩大到诸世界 可是上帝非但不毁灭这个世界 反而拆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他 这已经分割的疆土 虽然充斥着腐败 堕落和公然的反抗 但使得恢复的方法已经准备好了 正当撒旦似乎要胜利的危急之求 就由上帝的儿子奉差遣 带着他的恩惠而来 历代以来 上帝无时无刻不向堕落的人类 发出爱心 人类虽然乖张知拗 但上帝还是不断地 向他们显示怜悯的心 即使时候满足 一致的恩责就倾注于世界 上帝的荣耀就因此彰显了 这种恩责永不被阻塞 永不再撤回 直到救恩的计划完成为止 撒旦因在人心上败坏了上帝的形象 正在沾沾自喜 这时候耶稣便来在人身上 恢复了创造主的形象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人能把罪恶所损坏的品格 欲更新的 他来了将控制人意志的鬼魔驱逐出去 他来将我们从灰尘中高举起来 将败坏了的品格 照着他神圣品德的模样 重新再造 用他自己的荣耀 把它装饰得很美 第二卷 耶稣的童年时期 第四章 为你们生而救助 荣耀的王屈身自卑 取了人的性质 他在地上的生活环境 是简陋不堪的 他把自己的荣光折壁起来 使外面的威仪 不致成为引人注意的对象 他避免一切外表的炫耀 世上的荣华富贵 和人间的公民事业 绝不能救一个人脱离死亡 耶稣决意不让 属世的吸引力 呼召人到他身旁 凡跟从他的人 必须完全被 天上真理的美所吸引 关于弥撒亚的特征 早已在预言中说明了 可窃望人 根据上帝之话的见证 来接待他 众天使对光荣的救赎计划 感到惊奇 天使来到选民之地 他们注视着上帝的百姓 将怎样接待 他那批着人性的儿子 其他国家是相信神话 敬拜假神的 但天使所造之地 原是上帝的荣光 曾经显现 预言的光辉 曾经照耀之地 他们暗暗地来到耶路撒冷 到那些被指定为圣言的解释者 和为上帝圣殿服务之人那里 当祭祀撒加利亚在祭坛前 供职的时候 天使曾向他宣布 基督降师的日期已经临近 那位先锋约翰已经诞生了 他的使命由歧视和预言为证 他诞生的消息和他使命的奇妙意义 已经传到各处 然而耶路撒冷却没有准备迎接他的救赎主 天上的使者 看到上帝所呼召 将神圣的真理之光 传给世人的人 经这样的漠不关心 就不胜经意 犹太民族只得蒙保存 原是要见证基督 将在亚伯拉罕和大魏的后裔中降生 但他们竟不知道 他的降生已在墓前了 在圣殿中 每天早晚的献祭 原是指着上帝的羔羊 然而就连这里也没有准备迎接他 国内的祭祀和教师们 竟不知那历代以来 最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了 他们背诵那些无意义的祷告文 执行的只是做给人看的敬拜仪式 他们只顾争夺财富和属世的尊荣 便没有为弥赛亚的显现做准备 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普遍存在于以色列全地 人心既充满了自私和世俗的意念 所以虽然天庭里惊喜若狂地在欢乐 而他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只有少数的人仰望那位人所看不见的主 天庭的使节便封差遣到他们那里去了 罗马帝国有招 命令广大领土内的人民报名上策 这御旨已经送到住在加利利山地的居民那里 约瑟和玛利亚便从他们的家乡 拿撒勒起身到大卫的城去 一路上由天使护送着 从前古列被招 做世上大国的君王 乃是要叫他是上帝被掳的子民得到释放 照样 盖撒亚古士都也做了上帝的仆人 来实现他的旨意 将耶稣的母亲带到伯利恒来 他是大卫的后人 而大卫的子孙必须生在大卫的城里 先知论到伯利恒曾说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但是约瑟和玛利亚在王族的城中 却没有人认识他们 更没有人尊敬他们 他们辛苦疲乏 无家可归 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 从城门直到城的近东头 要想寻找一个过夜的栖身之处 却是不能 因为拥挤的客店里 没有他们下榻的地方 最后 他们在一所养生住的简陋房子里 算是找到了安身之处 就在这里世界的救赎主降生了 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事 但这消息却是天庭充满了喜乐 众圣者带着更深切更温慈的光怀 有天上光明的世界到地上来了 全世界因基督的来临更显得光明 在临近伯利恒的山上 聚集了无数的天使 他们等待着信号 要向世人宣告这大喜的信息 如果以色列的领袖们 忠于所受的委托 他们或能分享那报告耶稣 降生消息的喜乐 但是现在他们被越过了 上帝宣告说 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政治人在黑暗中 有光向的发现 上帝宝座的辉煌光芒 抵照耀那些寻求 并乐意接受真光的人 在从前童子大卫 曾经牧羊的野地里 仍有牧羊人在夜间 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夜境更深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谈论 所应许的救主 并祈求那成绩 大卫王位者的降临 忽然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光乎万民的 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牧羊人一听见这些话 心中便充满了荣耀的幻象 拯救者果然来到以色列了 对他而来的乃是威权 尊荣和胜利 但天使必须使他们 思想上有所准备 能在贫穷和屈辱中认识救主 他说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天上的使者 安抚了他们恐惧之心 告诉他们 怎样可以找到耶稣 有温柔的光怀 在他们的血肉之体的软弱 曾给他们充分的时间 使他们习惯于神圣的光辉 这时 喜乐和荣耀不能再受抑制了 整个平原因天君所发出的荣耀 光亮如同白昼一样 大地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连天上也在抚听着以下的诗歌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唯愿今日全人类 都能领会这首诗歌 当日所发的宣告 所奏的音调 将要鼓撤直至末时 音响直到地集 当公衣的日头 其光线由医治之能 兴起之时 这首诗歌将由群众的声音 如同种水的声音 频频应和着 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上帝 全能者作亡了 忽然天使不见了 容光也消逝了 黑暗的夜影儿 依旧笼罩在 伯利恒的山岭上 但是肉眼所从未见过的 光明景象 还存留在牧羊人的记忆之中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寻见 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 卧在马槽里 他们满心欢喜 快乐地离开那里 就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一切事 传开了 凡听见的 又诧异 牧羊之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 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 回去了 就归荣耀与上帝 赞美他 现今天地之间的距离 并不比当日牧羊人 低听天使歌声时 更远 今日人类仍是天庭 所极为关心的对象 正如古时 从事普通职业的平民 在日中遇见天使 在葡萄园和田野中 与天上的使者说话一样 对于我们 从事普通职业的人 天离我们也可能很近 来自天庭的天使 比照顾凡 遵照上帝旨意而行的人 伯利恒的故事 是一个讲不完的题目 其中包藏着身灾 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我们看到救主的牺牲 就以天上的宝座 换成马槽 以及伴随他 敬拜他的天使 换成马就中的牲畜 陪着他 不能复为之惊奇 人的骄傲和自满 在基督面前 是要深受责备的 然而这不过是 他那不可思议 之谦逊的开始呢 上帝的儿子 取了人的性质 即使是亚当 在伊典园中 未曾犯罪时的性质 已经是无限的卑污了 但是耶稣 竟接受了人类 经过四千年犯罪 腐化之后的性质 他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 承受了广泛的遗传 里所造成的后果 这些后果如何 可在他属世 先祖的历史中 窥见一斑 他带着这种遗传 到世上来 分担我们的忧伤 和试探 并给我们留下一个 无罪生活的榜样 打蛋在天上的时候 曾因基督 在上帝愿语中的地位 而恨他 他自己的位分既被废除 他就更加恨他了 他所恨的乃是 现身为救赎犯罪之人类的那一位 然而上帝却让他的儿子 到这撒旦所自称 属他统治的世界上来 做一个无度的婴孩 与世人同有肉体的软弱 上帝让他冒失败 和永远丧亡的危险 与每一个世人一样 要应付人生的艰险 并从事人间 每一个儿童 所必须参加的战斗 世上做父亲的 心中总是惦念着自己的儿子 看着他幼儿的脸 在想到人生的危险 就心中站立不安 他渴望护辟着亲爱的孩子 脱离撒旦的权势 使他免去试探和斗争 可上帝竟赐下他的独生子 来应付更艰苦的斗争 和更可怕的危险 以便为我们的孩子 缔造安稳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爱了 诸天啊 惊奇吧 大地啊 差异吧 第五章 奉献礼 基督降生约四十天之后 约瑟和玛利亚 就带他到耶路撒冷去 按照犹太教的律法 将他奉献与主 并献上祭物 基督既为人的代替者 就必须在各方面 按照律法行 这时他已经受了割礼 遵守了对律法的誓言 照律法的规定 母亲所应献的祭物 是一只一岁的羊羔 作为繁祭 一只除歌 或一只斑鸠 作为赎罪祭 若是父母过于贫穷 无力奉献一只羊羔 律法又规定 可以献一对斑鸠 或两只除歌 一只为繁祭 一只为赎罪祭 也可以蒙悦纳 凡奉献与主的祭物 是要没有瑕疵的 这些祭物都是预表基督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显明 耶稣自己的身体 是没有残疾的 祂是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 祂的体格没有任何缺点 祂的身体是强壮而健康的 这一生过着 合乎自然力的生活 对上帝令人顺从 祂的律法 所要达到的标准 在身体和灵性方面 祂都立了榜样 奉献长子的礼节 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上帝已经应许 赐下天上的头生的 来拯救罪人 为要使每一家答谢 这种恩赐起见 就有奉献长子的礼节 祂要献身于祭祀的职份 在人间做基督的代表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 出埃及时 曾重申奉献长子的命令 当以色列人 在埃及人手下为奴的时候 耶和华吩咐摩西 去见埃及王法老 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 好侍奉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哪 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传达了 他所得来的警告 但傲慢的法老回答说 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于是上帝 为他的百姓施行神迹奇事 降下可怕的灾难给法老 最后乃吩咐毁灭了天使 击杀埃及人的长子 和投生的牲畜 为避免损害起见 以色列人曾蒙了指示 宰杀羔羊 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每家都要做这种记号 以便天使来执行死刑任务时 可以越过以色列人的家 耶和华将那灾祸 降在埃及之后 就对摩西说 凡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是我的 要分别为圣归我 因为我的埃及地 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 连人在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定要属我 我是耶和华 圣所的从事制定之后 上帝拣选的立位支派 代替以色列人 一切投生的在圣所中服务 但是长子仍算是属于耶和华的 要用代价赎回来 这样奉献长子的律力 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了 一方面纪念主对其子民 以色列人所施的奇妙拯救 同时也预表上帝独生子 所要施的更大的拯救 那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血 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 照样基督的血 也具有拯救世界的能力 既然如此 基督这次的奉献 该是含有何等的意义啊 可惜当时值班的祭祀 没有看到幕后的真相 没有侧透深远的奥秘 婴孩的奉献 乃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基督天天接受奉献婴孩 与所缴的赎赎 天天按照惯例做事 除非他看出有些父母 是具有富裕或尊贵的身份 对于来献礼物的父母和儿童 是毫无在意的 约瑟和玛利亚原是穷人 当他们带着婴孩前来时 基督们只看到一对 服装简朴的加利利夫妇 他们的外表毫无引人注意的地方 而且他们所献的祭物 又是穷人阶级所奉献的 祭司举行了例行的一切仪式 他将孩子抱过来时 在祭坛前举了一下 礼必将孩子递还母亲 便将名字耶稣 登记在长子的名册上 当那婴孩在他怀抱中时 他竟一点也没有想到 这就是天上的君 荣耀的王 祭司也没有想到 这个婴孩就是摩西所说 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的那一位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婴孩就是摩西 要求显荣耀给他看的那一位 但是那比摩西更大的一位 如今已经躺在祭祀的怀里 当他登记着孩子的名字时 也就是登记着那作为 忧太一切宗教制度的 根基者的名字 那个名字要称为 这制度宣告终结的签证 因为祭物和雇物的制度 是渐旧渐衰 模型几乎已达到了真体 隐儿已达到了本身 古时停在施恩座上的荣光 这时早已离开了圣座 但是在伯利恒的婴儿身内 却藏有众天使在其前敬拜的荣光 这位还是无知无实的婴孩 乃是所应许的后裔 就是他住在伊典园门口的 第一座祭坛所御址的一位 这是契罗及赐平安者 就是他向摩西宣称自己为 自有拥有者就是在云柱火柱中 领导以色列人的那位 也就是众先知所究以预言的那位 他是万国所羡慕的 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苗意 是明亮的陈星 这弱小婴孩的名字 乃是堕落人类的希望 既登基在以色列的名册上 便说明他是我们的弟兄 这曾付过赎银的孩子 就是将要为全世界的罪债 偿付赎价的一位 他是治理上帝的家的真正大祭祀 祭祀的职任 长久不更换的元首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中宝 属灵的事 是要用属灵的眼光去领会的 在圣殿里 上帝的儿子为他降师的使命 而被奉献 祭祀看他和其他的孩子一样 虽然他在耶稣身上没有看到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上帝将他儿子赐给世人的事 总是有人承认了 在这个时候 并非对基督毫无表示的 就空空的过去了 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促长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西面走进圣殿 看见一对夫妇在祭祀面前 奉献他们的投生子 一望就知道 他们是穷人 但是西面明白圣灵的启示 他深深地感觉到 这奉献于主的婴孩 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也就是他祖长所盼望见到的那位 西面大喜地向前走来 这次见状甚觉惊奇 这时婴孩已经交还给玛利亚 西面又将他抱过来 奉献于上帝 那使得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喜乐 向天提起圣鹰救主 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正当约瑟和玛利亚 站在旁边稀奇地讲话的时候 有预言之灵降在这位神人的身上 他给他们祝福 又对玛利亚说 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话柄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有一位女先知雅拿 也在这时进来 证明西面为基督所做的见证 当西面说话的时候 他脸上献出上帝的荣光 并以蒙应许得见主基督而吐出衷心的感谢 这两位谦卑是主的信徒 并没有白白的研究预言 可惜那些身为以色列祭祀和官长的 虽然眼前也有宝贵的预言 但他们却没有行在主的道路上 他们也没有睁开眼睛去看那生命的光 今日仍然如此 一般宗教领袖 和在上帝殿中敬拜的人 没有看出天上全体所极注意的大事 也没有注意这些事件的发生 世人承认基督为历史人物 却离弃永活的基督 今日的基督 就是在圣经中呼召人做自我牺牲的基督 也是请求救济穷苦人的基督 又是在受贫穷劳苦与侮辱之下 做正义运动中的基督 但这样的基督 并不比一千九百年前 更受人欢迎 玛利亚将西面意义深长的预言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她看着自己怀中的孩子 又一起伯利和牧羊人 所说的话 心中就充满了感恩的喜乐 和光明的希望 西面的话 使得想起以赛亚所说的预言 从耶稀的本 必发一条 从她根深的枝子 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她身上 就是使她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公义必当她的腰带 信实必当她肋下的带子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词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她的肩头上 她名称为奇妙 侧氏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然而玛利亚并不明白 基督的使命 西面曾预言 她不单是以色列的荣耀 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照样 天使也曾宣布救主的降生 乃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 原来上年想要改正犹太人 对于米撒亚的工作 所抱的狭窄观念 她希望人看她 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救星 也是全世界的救赎主 但是 连耶稣的母亲 也必须经过许多年 才能明白米撒亚的使命 玛利亚盼望米撒亚登上大位的宝座 可是她并没有看到 获得王位 必须经过苦难的洗礼 西面指明 米撒亚所经过的人生路程 并不是没有阻挠的 西面对玛利亚说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这一句话 乃是上帝凭怜悯的心肠 给耶稣母亲的一种暗示 她为了耶稣的缘故 已经开始忍受痛苦了 西面曾说 这孩子被利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柄 凡要兴起的人 必须先跌倒 我们必须掉在这磐石上 并要跌碎 然后才能在基督里被高举起来 如果我们愿意明白 属灵之国的荣耀 自我就必须欣慰 高傲的意念必须降悲 犹太人不愿意接受 那必须经过 卑辱才能得到的尊荣 所以他们不肯接受 爱他们的救赎主 因此他又成了 毁谤的画柄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 显露出来 在救主生活的光辉里 一切人的心 从创造主直到 黑暗之君的心 竟都显露出来了 撒旦曾说 上帝是自私的 暴虐的 是贪得的 吝啬的 为自己的荣耀 而受被造之物的服侍 却不愿为他们的利益 做任何牺牲 但是赐下基督 就显明了天父的心 也证明了 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这也宣示了 上帝对罪恶的憎恶 如同人所胜不过的死 那样坚强 但他对罪人的爱 却比死更坚强有力 他既致力于救赎我们的工作 就牺牲了一切 防卫完成的伟大工作 所必须的 无论是多么贵重的代价 他都不利息的 为了我们的救赎 他没有留下真理 没有忽略任何怜悯的启示 也没有留下不用的神能 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 天上的全部宝藏 已向凡他所要拯救的人 敞开了 上帝收集了宇宙的一切丰富 开发了无限能力的泉源 一起交在基督手里 说 这一切都是为人预备的 你要用这些恩赐 使人幸福 在天上地上 没有比我的爱还大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 乃是在于爱我 在独楼地的十字架前 爱和自私是对面而立的 在这里双方的表现 已经到了顶点 基督的一生 是专安慰人 为人造福 撒旦将他置之死地 又显露了他恨上帝 到了何等恶毒的地步 也显明了他 毛反的真正目的 乃是要推翻上帝的王位 并要除面地 彰显上帝之爱的主 借着基督的生和他的死 人的意念也显露出来了 耶稣的一生 从马槽到十字架 就是一种呼召 叫人舍己与他同受苦难 这时人的意志就显露了 耶稣既然带着天上的真理将士 凡听从圣灵声音的人 就要被吸引到他面前来 崇拜自己的人 都是属于撒旦之国度的 在他们对于基督的态度上 人人都要显明自己是站在哪一方面 如此 每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就加以宣判了 在最后审判的日子 每一个伦王的人将要明白他自己抗拒真理的实情 那时十字架必要显现 每一个因犯罪而瞎了的心眼 必看出他与十字架的实在关系 在独楼地的景象 及奥秘的牺牲者之前 将要服罪 每一种虚晃的借口都要扫除静静 人类叛逆的残忍性质 要完全暴露出来 人要看出他们所拣选的到底是什么 那在长期斗争中的每一个有关真理和邪道的问题 此时都要解明 在全宇宙受审判的时候 要显明罪恶的存在 并不能归咎于上帝 并且要显明神圣的命令是与罪恶无关的 上帝的政府本无缺点 也没有任何足以引起不平的原因 当一切的心思意念尽都显露出来之时 忠心者和背叛者必要齐声宣扬 说万事是亡啊 你的道徒亦在成在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以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好吧 那好吧